看工程會 我覺得如果我們對於政府部門 還有一絲的期待 就是你專業獨立超然的 一個做出來的決策 才會讓大家幸福 今天監察院為什麼淪落至此 我覺得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政治的角力場了 過去我們對於監察院的期待 不是這樣子 要多麼高風亮節的人士 才可以升任我們的監察委員 但是後來 包括蔡政府提的這一些 監委的名單 真的不堪文問 有一些人他真的自以為 他可以坐在監委的這個位置嗎 包括陳施孟先生 他自己的既定的立場 奪我們的鮮明 他就是帶著政治任務而來的 他就哒哒哒的告訴你 怎麼樣 反正國會裡面民進黨最大黨 他們都挺我 蔡總統挺我 民進黨挺我 沒有人敢動我 我就照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監察院 淪落到這個樣子 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痛心 所以監察院 現在所做出來的監察報告 有沒有社會公信力 我覺得這是今天最大的問題 今天為什麼他們昨天 7比4彈劾案出來之後 不是社會應得社會 一致的肯定跟掌聲 因為他報告本身也出現了問題 自己的政治立場也經不起檢驗 請問大家 一個由陳施孟擔任主席 坐在那邊 召開完的一個監察院的報告 臺灣民眾要相信多少 這個是目前臺灣最大的問題 所以監察院如果他的公信力 沒有辦法重新找回來 我覺得未來任何監委 做出來的調查報告 臺灣人民只是看一看而已 但是不會把他的結論 作為是一種正義公平專業的結論 我覺得這是最慘的 我們付了那麼多錢 然後養這麼多的監委 結果他們做出來的報告 是沒有人要相信的 然後經不起社會檢驗的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回到行政機關 如果監察院不可信 回到工程會 工程會我覺得 他現在就肩負一個很大的責任 既然監察院這個報告 已經被質疑 包括全序部 連續那麼多的函視 他都刻意的忽視 而選擇自己 剛剛大佬有講 他擴張解釋 他自己在往上延伸 我認為你匿名就是違法 我認為你有領這麼多稿費 就是違法 然後他就不去看到真實的 益州刊本身是怎麼樣的說法 管宗敏透過律師 是怎麼樣的說法 都不足以采信 他只相信他自己 所認定的事實 回到工程會 工程會會不會如法炮製 還是工程會可以回到一個 真正的行政中立 你今天要擔任一個懲戒的單位 你的公信力 你的專業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工程會針對目前 整個社會 包括管宗敏的律師提出來 還有現在權序部已經做成 大法官會議解釋 所做成的這些函視 你工程會 你一個一個請你仔細的閱讀 而且必要的時候 權序部監委也有監委指出來 你權序部你根本沒有做一個 很完整的書面的論述 到底今天一個政務官 這樣子的一個投稿 如果他是多次性的投稿 這構不構成是違法 你要講 因為過去的函視是告訴大家 投稿的這個行為本身 是沒有問題的 除非你今天是擔任報社的編輯 甚至擔任兼任的記者 也就是說你直接領的是 你是屬於報社的一份子 領這個薪水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的竹筆 他是要聘一些真的很有才華 你寫得出東西的人 他是外聘你 尊重你 然後給你稿費的方式 來維持這種合作關係 竹筆絕對不是報社聘的兼職人員 我想這個在業界 大家應該都懂吧 所以剛剛才會講說 很多人在社會上 有一定的學術上的成就 專業領域有成就 他才夠格 或是說你在政治實務 是非常有見解 你才夠格可以到 擔任一個竹筆的角色 而過去我們看到很多雜誌 他的編輯 他的竹筆 因為他是輪流竹筆的方式 他當然不會一直掛名 他就是以一個報社的名稱 或者雜誌的名稱這個專欄 就是這樣子出現的 所以你今天硬要把這個 把它視為說 他是這一個公司的一份子 你這個抓到了 你就是在這裡兼職 我覺得這真的是有點牽強 未來如果要斷除 這件事情的話 我認為權序部的責任非常重大 你就同意做出解釋吧 講清楚 對 要不然將來 政務官有才華 有才能的人 連投一篇稿都不行 因為他的稿子太好了 所以他每個月都要被刊登的時候 他就說你這個叫做兼職 人家因為他的文章 夠有那個分量 因為給他好一點的稿籌跟薪水 就說你這個金額太高 所以你這個叫做兼職 我覺得如果要這麼過度的 吹錨求疵 我很擔心 將來我們的行政團隊 找不到很優秀的人才 因為這些可能在業界 他很優秀的人才 不是只有我們政府部門看中他 外面的人也會覺得說 他的文章如果論述是有力道的 有見解的 很希望他投稿 難道這樣子對整個政府部門 會拖垮 會不好嗎 會影響他的行政績效嗎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是可以論理論得非常清楚明白的 但是我覺得很遺憾是 這一些監委們 為了去扯管中銘的後腿 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形容成說 管中銘多麼的貪財 他什麼錢都要賺 連這種錢都要賺 我覺得綠營的有一些立委 是這樣子的講法 我真的覺得這種說法 就是不堪入目 不要用這樣子的形容詞 來形容一個有學術地位的人 他透過撰文 然後被欣賞 然後就要用這樣去栽贓他 這個其實是不應該這麼做 主持人 我簡單補充一下 差不多同一個時段 壹傳媒也offer 叫我每一個禮拜寫一篇 1萬塊 可是你沒有當國發會主委 我跟你講 薪酬很高 薪酬很高 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那就是說他登不登 你反正一個禮拜一篇 就是1萬塊 我拒絕了 為什麼 因為時間的壓力 讓我每一個禮拜 非講不可 非解不可 這個我不幹 還有第二點我要強調的 就是說你剛才說高風諒解 這我沒有當監察委員 我很高風諒解 我在馬政府的時代 我都過不了 現在這個還不重要 不是說我很想當監察委員 現在重點在馬英九提名的 18個監委裡頭扣掉政府院長 還有16個 這16個才集出4票 才集出4票 所以今天甚至有人講這個講法 我當然不接受 他們說是你國民黨放水的 不是民進黨六票團結的 這個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你們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國民黨提名的監察委員 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曉得民進黨這邊 他們有一個群組 他們就一直在來 也許說要來這裡 每次都要來 這是假期動員 監察委 監察委員也許有假期動員 你要查 是不是國民黨的監察員 沒有那麼惡劣 所以他們沒有假期動員 還是國民黨提名的監察委員 一直都很偷懶 一直都很懶惰 我覺得你們要好去查查一下 馬英九提名的監察委員 他們的請假率 他們的缺席率 他們就說可以作為 而不作為不來開後的 到底是不是 從這個案子來 之所以這個彈劾案會 你為什麼把監察院 變成了立法院 不是 不是 你彈了案 你們不要忽略一個事實 當然綠營的監察委員 這故意要搞管中 這樣夠了吧 我這樣講夠了吧 但是馬英九的委員 你說防守不力 如果真的沒有五個請假 五個請假 而且最後兩個都在最後一天請假 讓他來不及補的話 這個案不會過的 我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沈大佬的講法 感覺說因為本來馬英九 現在提名的還有18個 扣除掉政府院長之外 還有16個 結果因為最後是7比4 所以你看16個馬英九提名的 只投出4票 你要抽天的那個 我都算進去了 對 沒有 我要講 因為這個會 這個是中間有一些出路 因為他們事實上 現在就是說所有的彈劾 彈劾的案子 他大概是9到13個人 所以他不會說 全部的監察委員的通知 這一次確實變成是一個 就是說最後通過 原來一些馬英九當時 當然他就叫我把簡約之 蔡系跟馬系 馬系的監委確實有很多事 比如說臨時 就是因為你通知我 他也沒有告訴你 他也沒有告訴你說 今天我要彈劾誰 我要彈劾什麼案子 他可能請假的請假 出國的出國等等之類 至於沈大佬說 要好好去查一下 這些馬系的監委 有沒有在偷懶 有沒有這個通通出益率很低 這個我沒有意見 我覺得也應該去 就是我們監察委員 也是我們納稅人在奉養的 你們是不是常常都在請假 常常在出國 該開會的時候不去開會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可以了解 但是我覺得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就是說 他今天你不能說 16個裡面只投出4個 而我老講 沈大佬我也有去了解一下 我有問一些媒體 專門跑監察院 都資深的媒體人 他們的說法是說 確實他們的感受到就是 原來的馬系立委比較鬆散 所以這次 大家完全沒有警覺性 反而所有的蔡系的監委 全部都出席 這裡面當然有沒有可能就是 包含因為提案人 是王又齡跟蔡崇義 提案人比如說我們都比較好 平常都很好 因為我們都是新進來的 到時候通知你們要出席 要出席 要出席 不要隨便出國 我們都要出席 因為我正好在調查這個案子 可能我就要 彈劾就是在這幾天 你們通知你們 你們都要出席 因為他們是知道的 因為他按照座位席次 所以他知道優先的 這9個人 這13個人 他知道是哪幾個人 通知你 所以他們都出席了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你可以講說馬系立委 當然這次有一個人 監跑票 對不起 馬系監委有一個人跑票 也許他也比較鬆散 蔡系的這些監委比較團結 我們要彈劾誰 我們就大家一起團結力量大 我們就扳倒他 但是監察院裡面照理說 不應該像立法院裡面 什麼有黨團 還有假洞 這不合理對不對 我們要依法 因為你今天你要整次官徵 也要依法而做 剛才大家談到就是說 這一次的彈劾的結果 最被人詬病的地方 就是他如果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 堅持相關的規定的話 這個的主管機關 還有他應該去解釋單位是誰 不應該是監察院 不應該是監察委員 他一定要去找主管機關 沒有錯 他找了財政部 對不起 權序部的次長 找了人事總署的處長 你們來各書幾件 這個是意見 就是我們開會意見 可是他有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他總是應該要請權序部 用公文來 如果我根據權序部的解釋 就是如此 雖然你們引用什麼民國32年 以前的 都是舊函 但是我有最新的解釋 這樣也說得過去 但是有沒有 沒有 這次並沒有 那感覺上就是高度的政治性 如沈大老鼠說 高度的政治性 這個政治性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繼續追殺 就是拔管的Part2 就是雖然現在這個葉俊隆放水 可是我們就是不爽 我們就看你就是不爽 我還是要再來拔你一次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拔管過去大家談到 我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不要說台大付出代價 還有最重要你過去拔管的理由 第一個說什麼 你什麼當讀懂 堅持當讀懂 後來一查下來 一大堆的 尤其台大最多 一大堆的這些教授 通都還當讀懂 那你是不是要趕盡殺學 嚇到了 我們不要用這個理由 再來說什麼 你到大陸的學校去講座 去監客 他一查下來 結果連這些俊隆自己都是 我們又不能追殺了 這個又不能追殺了 好 我現在講了就是說 你現在又用這個理由說 寫專欄 我們剛才有提到 事實上現在 包含現在國內的這些 而且你要人家 人家花這麼多的錢 請你寫專欄 請你寫社論 你一定要是大牌的 你小牌的他幹嘛請你 對不對 也不會花這麼多錢 所以又有一大堆 所以我要講說 你們為了追殺一個管中民 然後把台灣的學術界 教育界 原來大家在做的 比如說包含產學合作 或者是說有講座 兩岸的學術交流的部分 或者現在就是說 有一些他可以透過 不管是他出書 或者寫專欄 寫社論 來爭扁實事 然後把一些意見 把你的專業意見呈現出來 通通追殺 也就是說你今天為什麼需要 為了就是因為你不爽管中民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討厭管中民 然後可以這樣一而再 再而三的 是不停休的 就是自死不休的追殺管中民 結果你要陪葬的是誰 就要陪葬一大堆 這些學術界 大家其實都在做的事情 需要這樣子嗎 我們一直在講說 台灣真的不能再內耗了 我們要這樣繼續內耗嗎 學術要這樣繼續內耗 教育要這樣繼續內耗 我們監察委員 老實說 你今天如果監察委員做的事情 就是內耗的話 我還希望你乾脆不要做事情 監察院廢掉算了 我現在都真的都覺得 幹勁要因為廢掉算了 你現在在幹嘛對不對 你越處帶跑 根本不是你的 你如果真的要說什麼 要展示觀真 你連全訓部的公文都拿不到 然後你就敢彈劾別人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有這樣的監察委員嗎 真的監察院廢掉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